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月4号是中国的青年节 中国的年轻人呈现出怎样的生活形态呢 日前 五八同城安居客发布2022年青年置业报告 数据显示 有超八成的青年在五年内有购房计划 超六成青年认为 理想月收入比为30%到40% 多数青年在餐饮美食上花销最多 超六成青年倾向公共交通通勤 疫情之下 多数青年居家时间增多 但努力奋斗仍是青年对未来的生活态度 报告重点对生活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85年到04年出生的青年进行调研 从青年居住情况来看 有84.2%的青年已经自有住房 有33.9%的青年目前租房居住 参与调研的青年中 有81.1%在五年内有购房计划 对青年日常支出的调研情况来看 多数青年每月的支出主要集中在餐饮美食及生活日用品方面 在空余时间内 73%的青年会进行上网 游戏 追剧等室内娱乐 同时也有65.8%的青年会选择逛街 看电影等户外休闲娱乐活动 疫情当前 中国青年热爱生活的心态却一如既往 在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描述中 幸福 稳定 舒适 安逸 是他们提到最多的词 虽然也有些焦虑和紧张 但是努力奋斗也是他们生活的主张 对于未来的生活 他们仍然保持热忱的期许 美好幸福是他们畅想的未来 也是当下为之拼搏的动力 当地时间5月2号 马里国度政府宣布正在终止与法国的军事合作协议 马里国度政府还谴责法国军队在当地公然侵犯国家主权 据法新社5月2号报道 马里国度政府以法军侵犯国家主权为理由 宣布正终止与法国的军事合作协议 马里政务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还提到 法国侵犯该国领空的行为 以及巴黎单方面决定终止与马里军队的联合行动 并撤走军队 法国在马里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7年有余 近年来 当地民众越来越反感法国的军事介入 2020年1月13号 马克龙召集萨赫勒五国集团 齐聚法国西南部的波城 探讨新月形沙丘行动 会议开始前夕千余名马里民众文讯 聚集在首都巴马科的独立广场 他们高呼打倒法国口号 希望新月形沙丘行动结束 甚至有人点燃法国国旗宣泄愤怒 筹法民意在2021年6月底达到了一个高潮 巴马科爆发了民众团体抗议活动 要求法国军队完全撤出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莫过于现场有人举起了同样是蓝白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 高喊让法国滚 让俄罗斯进来 针对马里过渡政府要求法国停止干涉马里事务 并克制其殖民主义的本能反应的发言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曾于今年1月28号表示 法国与马里过渡政府的关系已经难以维系 他说欧洲 法国及其余国际力量正在受到限制 马里的政治和军事框架分崩离析 我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去 当地时间5月2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基辅与到访的丹麦外长举行会晤 库列巴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 称这将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明确信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 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如果想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取得胜利 将取决于三个因素 对俄罗斯的制裁 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库列巴因此向欧盟喊话 称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 他强调 有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 实际上是欧洲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4月8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乌克兰时 在记者会上曾递给泽连斯基一份问卷调查表 按照欧盟媒体的说法 这是标志欧盟开启乌克兰入盟申请决策进程的象征性举动 冯德莱恩当时说 欧盟就是否接纳新成员的决策过程 通常需要耗费几年 对乌克兰将缩短为几周 不过 外界普遍分析认为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并不如外交姿态显示的那样乐观 根据欧盟条约 欧盟的入盟程序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申请成为候选国 入盟谈判 成员国籍欧盟机构批准入盟 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重重政治障碍 近日 泽连斯基提交的正式申请 仅仅迈出了加入欧盟的第一步 实际上 在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之前 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 塞尔维亚 北马其顿和黑山 已经作为候选国 开始与欧盟进行入盟谈判 其中 土耳其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入盟谈判 均已经接近或超过十年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5月3号 德国梅瑟贝格 德国联邦内阁举行为期两天的内阁闭门会议 重点讨论乌克兰冲突问题及其影响 芬兰总理马林和瑞典总理安德松应邀出席会议 德国总理舒尔斯表示 如果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 那么这两个国家可以依赖我们的支持 当地时间2022年5月3号 美国纽约 在一趟从纽约市飞往夏洛特的航班上 几乎所有乘客都佩戴口罩 此前 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对公共交通工具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号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20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8149455例 累计死亡病例993850例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号 西班牙塞维利亚 西班牙斗牛市参加在皇家骑士斗牛场 举行的斗牛活动 西班牙的斗牛文化起源于13世纪 最初宰杀牛用于祭拜神明 慢慢便把宰杀牛的过程演变成斗牛表演 这项残忍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抗议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